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股壇思見》 我是施基金的李浩德 今天與我談談股票的施老闆,蕭茵慶施生 大家好 今天是8月2日,星期五 上一集,星期一時,施生叫大家保守一些 因為本地形勢不明朗 今天有更大負面消息 施生有3000億的關稅 小股民也想聽聽你說 我也看錯了 我原本認為2000億加以後已經暫時 對中國有打擊的同時,對美國也會有影響 但是特朗普的確不是普通人 我以為他嚇一嚇 我也看到 因為這次上海會談,星期一、星期二 是沒有進展 談完後,沒有聯合聲明 又沒有記招 又開會很短 一出來的會場,就去坐飛機了 所以我知道 下一輪,雖然9月可以談 但是,特朗普一定要施壓 不施壓,就談不完 如果甚麼都不做 下次談也談不完 所以他就開始施壓 如果開始施壓,我怕陸續會來 施生,3000億關稅裏面有個細節位 9月1日,如果沒有進展,才加關稅 這個月還有空間去周旋 我剛才說,他要施壓 如果臨美開會前,中國表示有委會讓步 我相信最好不用加 如果他真的好想好想加 明天開始都可以 新不交到9月1日 但是,談判的過程中 通常透過反架、反悔 向對手施壓壓力 現在從小股民的角度 好像內憂、有外患 在這種情況下 股市出現調整,是很正常的 香港的爭拗 都未看到 如何平靜下來 雙方 尤其反對派,有很多訴求 如果訴求未達到 就進一步施壓 進一步施壓,當然是對社會帶來動蕩 衝擊 對故事都不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明白 作為一個小股民也好 香港人也好 都很關心 形勢發展到這裏,究竟如何收貨? 先生,有沒有建議或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現在,大家爭拗的地方已經不是送中的問題 政府其實只不過未說撤回 實際上已經沒有放棄這個議案 擺上立法會 所以,反送中已經不用反了 要求字眼 用他們的字眼,這是裸彩的 裸話語權 我覺得政府也應該讓阿寶 沒有什麼難說 就說撤回 以前就說暫緩,等於這樣等於那樣 都不用等於 現在我正式再宣佈多次 撤回 這個逃犯條例的修正方案 這個是形式上的爭拗 現在爭拗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最重要的爭拗就是 反對派就說,警方使用過多暴力 警方又說,你們衝擊我們 你們使用暴力 大家都說,對方使用暴力在先 我就有個建議給警方 有個奇謀 我聽說,先生,我見他們 之前說,舉這支旗會發射催淚彈 舉這支旗會怎樣 我就建議,現在改變方式 你去到某些位置 別人想衝擊你 你舉這支旗,你們不要再衝了 再衝,我就會吞口五尺 不是去准工,是吞口 我們要吞口五尺都不夠 你們不要再衝了 這支是真的 你再衝,我吞口五尺 我吞十尺 你再吞多幾次 吞到他就不好意思 你還說,誰衝擊誰 我都一直吞口 你都還在這裡衝 所以 你說 被人佔領馬路 容不如警局都被人佔領馬 要搞予雷達戶門 我覺得 上次吞到入門口 上次也試過 如果吞到入門口 我關門 你都還來衝 很容易向社會解釋 究竟是誰衝,誰用暴力 如果他可以這樣做 我相信 損失又不大 現在你不讓他衝,都打餐死 都搞到三更半夜 如果他想晚上佔領,就讓他佔領 晚上佔領 是影響最少的 通常他都是,尾班車就快開出走 你不必浪費時間 我自己 覺得警務人員這段時間 經常都要聚詐 叫他當間 應該放假 讓他們休息一下 放假 可以減少衝突 衝突要人才會 衝突 誰最調氣不順 就先讓他放假 這是 減少暴力 減少衝突 才有機會平身靜氣 我們要以油制降 避免衝突的方式 就是 你盡我退 退到不能再退 三門 退去總部三門 這個方法,我覺得都會有效的問題 警方肯不肯用 即是硬或是軟 硬又不夠打硬 以油制降 以油制降,你起碼證明給社會看 我不想用暴力 我又沒有去衝擊別人 真是被人走 快走投無路 我覺得是 可以用的方法 試一試 因為過去幾個星期 似乎眼碰眼的結果 都不是大家想見到的 我覺得你要先忍釀 忍釀到一定程度 因為現在社會 那麼分化 很多問題都不是一說就明白 你真是 像我剛才這樣說 一定有傳媒報導 你真是做得到 反正 每次都這麼大陣仗 都要匯聚那麼多警力 又要浪費那麼多資源 首先 多些人放假 少些人當監 暴力會減少 另外 警告後撤退 不是警告後 衝刺 撤得幾次 就可以證明 你真是不想用暴力 希望有機會將現在的困局 希望有些轉變 是的 通常轉變都是反其道而行之 逆向思維 第三個問題 我代我們的導演問一下 現在香港醞釀一下 8月5日有罷工的機會 作為中聯集團的老闆和管理層 你又如何看這件事 或如何安排這件事 有些傳媒都問過 會不會讓我的員工罷工 我說香港是自由社會 他是自由人 他去罷工 我沒有他扶的 但是 如果他請假去罷工 當然沒有問題 但他同事是我的員工 很多同事跟他合作 在工作 他有工作崗位 如果他那天準備不上班 他應該跟同事有安排 要跟人事部 又要請假 不可能因為他個人的一些政治取向 就去罷工 因為那件事跟公司無關 是你個人的政治取態 如果你個人政治取態 你去罷工 這是我的政治權利 你不要干預我 你不要妨礙我人權 例如我打工 我今天就支持真普選 明天我可能支持反恐 我支持巴勒斯坦 後日支持尼加拉瓜 游擊隊 很多政治取向 你可否因為你的政治取向 今天又霸佔 明天又霸佔 天天都會有個題目 香港那麼多事 世界更多事 都可以去支持 所以我覺得那些 你的政治取向 你要自己承擔責任 不可以說霸佔就霸佔 如果你說那件事真是全香港人 每個人都一樣看法 起碼你老闆一樣看法 大家一起霸佔 你做個體戶 你霸你的 你打工 你同時在公司有一定的職責 你就不應該隨便沒有安排下霸佔 如果你霸佔了形成的後果 責任你又要自己承擔 假設下個星期 將要出去罷工的話 對香港整體的形勢 就應該看得要保守一點 我自己看 現在的政治運動 和追求的目標 未去到全港大罷工 有些是一些實質性的目標 追求之後 得到之後 對香港 相對有實質的幫助 有些是理念上的目標 姿態上的目標 例如你說 反對逃犯條例 這個是實質的 你令到它通不過 你可能會有實質影響 你說撤回好還是暫緩好 那不是實質性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純粹一些理念性的東西 或者民生未曾受到太大影響的話 利用一個影響民生的東西 去追求一些 其實原本未對民生影響那麼大的東西 社會付出的代價太高 所以我自己認為 香港目前的處境 就是未到要全體大罷工 現在很多時候是對錯問題 是一個角度判斷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覺得 大規模罷工的 起碼我個人 當然每個人有不同的價值觀 你覺得值得你去做 但最後你會看 替社會帶來什麼 為社會爭取到什麼 這個要一段時間才能看到 我自己認為 目前為止 年輕那一代 不用上學 即使罷課 影響都相對少 但如果罷工的話 有些是 吃自己的 一罷就會有影響 你說犧牲一下 我覺得 自我犧牲 就OK 強迫別人一起犧牲 就要考慮別人 是不是這樣看 明白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阿施老闆 各位觀眾 如果你想回顧我們精湊的節目 或者對私基金了解多一點 歡迎去到我們以下的網址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今天的議題 講完社會性政治性 我們股壇事件 應該講一些股票 你起碼講個號碼來聽聽 我講個號碼給粉絲 讓大家開心一下 都應該 近期 我都在媒體上講過 在這裏都跟粉絲分享 C基金 我們近期 大家可以留意 這支股票 很少可以講個號碼 馬安山鋼鐵 號碼是323 很特別的 這支股票 有一個所謂集團母公司的股權轉躍 或者是阿媽交到另一個阿媽的手上 都是國資位的 但很有趣 政監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要求它有技術性的全面收購 作價是2.97 現在的股價是3.01 所以我有一篇文章講這個案件 是有趣的 輸就輸一顆糖 贏就贏一間廠 即是現在的市價 我都不太明白 收購價比現價還低 還值得買嗎 到時用低價收購了你 有趣的 小股民要學習 這不是強制性收購 純粹因為 母公司有股權轉讓 技術性的 政監會要求它用同樣的價錢 就向所有小股民開價出來買 即是不會賣給它 是不強迫買 不過假設不幸運 尤其是市場比較波動 跌過2.97 其實它會幫你包底 即是跌極有限 為何叫輸粒糖 接下來一至兩個月 因為程序通常都要搞幾個星期以上 有時雖然輸粒糖 又贏一間廠 可能輸粒糖的機會大於贏一間廠 你輸極可以 輸極也要輸1% 因為鋼鐵股近期都是低位 早兩個月股價是4元以上 因為近期整個行業都是比較低位 即是鋼鐵價比較差 有少許3元 假設因為始終這個行業比較周期性 突然間行業更好 或者市場更好 就變了 你一看上4元 你也會賺3、4成 所以這些情況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始終大市比較動盪 施先生就叫我們保守一些 應該找一些 保守的時候都介紹為賣股 如果大家想聽多些我們講的股票 記得多點留意我們股壇事件的節目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